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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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給郭文貴的派遍費 要照顧中小企我覺得是杯水車身 不是說你不去郭文貴消費 就是我中小企的舖子那些人就上回來 一杯水就救了車身 你是不到位的 如果郭文貴的收入 百分之四十是政府的 你債了他收入政府又少了 因為少失敗 我覺得要教中小企的 不是要停止別人的飲食服務 免費飲食競爭 我覺得是另外一個格局去解決 這個樓市事實是見底 我們俗稱的死而後生設立 不是有的 這個樓市已經盡低了 就是應該是 以後你沒有燃燒那個情況下 那個自由交易 一定是健康發展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政府在首置百分之三十 即首置百分之三成那裏 可以給我們青年首置降為百分之十五 那個首置上車 因為這個現在的市場 大家是低的了 風險是最低的 而且選擇人最多的 要給我們青年首置一個機會 唉… 要看政策 你放不放水 放水進來便漲 水漲船高 你沒有水 那個船又怎麼高呢 都是要等政府推出政策 即是要政策超商人資 如果你靠本地消費 現在還沒有這個能力 全部能夠消化到 持護照的外地人 是不能夠租樓的 因為在法律上不找人 只能夠澳門人 或者是勞工卡那些 你才可以租樓 澳門人已經有大約70以上的物業 那個需求很低的 那藍卡的勞工也是有限制的 那個需求都是低的 那外來拿護照是不行的 那你又不是… 這個是想中部市場呢 那個需求 供應大需求 那麼香港 臨場地區都不是說 拿護照不能通的 是吧 那你為了打擊非法律館 你又不給拿護照來的 我都覺得這個是可以檢討的 為什麼你始終不賣 是不是你層樓不能賣 那為了… 即是招租 如果你層樓不能賣 在這樣設立的情況 你是不是這樣賣 不是這樣租 低租這裏都是因為來的 是讓我們市民享受一個低租 我覺得它盡了小劑 但是其他都影響其他屍樓的租價 會倒下 什麼都是說競爭 什麼都是說競爭 是吧 你虧得起 我虧不虧 那我就做了 是吧 關鍵我是憂慰 不要說虧責 它提供給我們消費者低租 我們應該歡迎 是吧 不要站在同行那裡 你玩我我玩 你不是這個 大家良性競爭 我覺得是良性競爭 值得鼓勵